用藝衪來支持 請親自開店 我是張忠岳,來自雲南大利 西州田谷西院酒店來住處 藏豆和喪興,都是春季實現 我們喜歡將它們炒在一起 在到場,我們有個很何暴的名字 叫做青蛙鮑魚豬 青蛙是長豆米 魚豬就是爽心 也就是外面所的爽胎 有抽只剩著爽苗的花菌花下開 拎著之後抓住爽心往上一抽就取出來 這段時間大理天間很容易看到 人們都在抽爽心 爽心吸緊 掐去它的頭 切成短 長豆子去豆米 先剝外殼 再剝內殼 這道菜還會用到填膠 去之後切成小塊 接下來我們把爽心和豆米過一下水 鍋中水燒開後倒入爽心和豆米 等水重新分騰以後就撈出來 然後熱鍋起油 帶油 冒煙 下甜椒炒一下 再倒入豆米和蒜心 翻炒均勻 加點鹽 糖 調味 出鍋前淋入稍許水澱粉勾芡 炆軟的青蛙鮑魚豬就做好了 我們這裡的爽心一般都是三四月份 就開始打爽心 我們用手指甲去掐爽心的頭 都比較容易短 就比較冷 割了水的豆米比較要酥 還有就是殺菌 還有除它農業的餘味 如果豆米比較冷的話 就可以打爽心一起割水 加入豆米農的情況下 豆米要先割水 然後煮個分霸中的情況下 才把爽心冰弄 我們一般在炒菜的時候 都是要放點糖 就提前它香甜可口 勾的錢也是看上去 它的菜色要比較漂亮